事從剛剛看到的是 賴清德事實上對全世界喊話 可是同一時間藍白還在吵架 而且蔡正元說 乾脆大家早點分手 對沒錯 事實上賴清德出席的玉山論壇 第二天的論壇裡面 他講到了亞太前瞻的 圓州對話裡面用英文演講 那他演講裡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在目前的國際局勢裡面 大家都說了 中國喜歡在三個地方開戰場 一個是俄烏戰場 另外一個是在尾巴戰場 目前為止都是打的這個轟轟烈烈 讓全球處於不動盪之下 如果這時候印太或是台海 出現一些什麼風吹草動的話 那當然會讓全世界更顯得不安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我覺得賴清德在這個講話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一個人走得快 然後一群人走得遠 那目前為止是面對 威權主義的這個崛起 他當然講的是 包括說像俄羅斯啦 或是說像這個美國口中的 這個伊朗啦 或是說中國等等 然後後疫情時代來臨的時候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面對 然後台灣永遠是大家最堅實的好朋友 讓大家一起朝向所謂的自由平等 還有民主的這個光明 這個前信 他當然也提到了這個印太 他說印太事實上是全世界目前為止 經濟發展最多最快 人口最多 然後也是帶動全世界最重要的 這個經濟產能 他同時提到印太穩定 台灣世界就穩定 然後印太繁榮來說的話 世界因此就會繁榮 但是呢 印太裡面一個非常核心的 當然就是台灣 所以他說在台灣呢 未來我們也會秉持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這個 這個善良的力量秩序 然後會幫助亞洲國家 然後亞洲國家也會來協助我們 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說我們過去推動了 包括說像新南向政策 等等的這樣的政策 我覺得呢 某些程度來說啦 他在對全世界喊話 就是台灣呢 永遠會在印太扮演一個 這個和平穩定的這個力量 當然意思就是說 應該不會去挑釁 對中國的相關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的路線 其實延續了蔡英文總統 這樣一個狀況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明確的 那好 那因為他這樣表態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這個時候很重要呢 因為第一個 他現在顯然是要走 自己的這個選舉的道路 無論說接下來的藍白 可能在這禮拜六開始談判之後 到底會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以這個 我們之前知道的消息是 他是已經意識到就是說 他一定要在一對一的選舉中間 他也要過半 所以他現在可能講了更多的 或是這個整個總統大選裡面的主戰場 本來就是兩岸國際 這些本來就是總統負責的 這個職責之一 我覺得這個部分把他講清楚之後 反而我覺得藍板這邊呢 反而他有很多沒辦法講清楚的 這個部分 做一些所謂的 這個不一樣的這個策略 好 那我們就講 這幾天因為剛好 也是我們國慶日剛過 那國慶日剛過的時候 其實國台辦也被運到 相關於我們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 我們國慶舉辦的 當然他們不認為我們是國慶啦 相關的活動裡面來說的話 他批評這個賴清德 他說賴清德是所謂的台獨今孫 然後他就說呢 搞台獨只會禍害 這個兩岸的這個台灣子孫 那另外他就說 對於這個馬英九呢 拒絕出席今年的國慶大會 他們表示讚賞的一個狀況啦 那當然講了非常多的一個情形啦 好 那這時候呢 絲板明夫呢 他就在網路上就PO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這篇文章來說的話 當然是他的觀察 他就提到就是說 他昨天聽了這個陳兵華 也就是國台辦的發言人的這個談話之後 他認為中國 因為他從這邊來看中國對2024年總統大選的態度 他說總結叫四句 就是痛批賴清德 然後包括說像稱讚馬英九 敲打國民黨 然後忽視柯文哲 他當然講到說 這個台獨今孫就只能夠禍害子孫嘛 他這樣講的非常多嘛 但是他就說呢 因為賴清德已經多次表示 沒有必要更改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中方假裝聽不到 一口咬定賴清德是台獨 那這個真的是無言了 另外一個 他當然就是說 馬英九的這個行為來說的話 就是說受到敵人的讚揚 那這件事不知道台灣民眾做怎麼感想 那另外一個 他當然講到說 這個所謂的國民黨這個部分 他說針對 因為瞎一眼在前一陣子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到 這個中國國民黨不是什麼親中 或是統一的這個政黨 那陳兵華說 大陸民眾對這種傷害兩岸互信 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也有點紛紛表達不滿 所以顯然呢 目前為止國民黨的態度 或是國民黨 這個所謂的侯友宜主張的 所謂的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 九二共識 這個其實目前為止 中國也不能夠接受 其實侯友宜的說法 或是目前國民黨的說法 你要嘛就退縮到 類似是馬英九這樣子 幾乎是已經算接近 統派的這個說法 那至於說柯文哲 因為他就說 這個中國官方好像已經很久 沒有提到這個名字了 所以目前為止 柯文哲來說的話 是種這個可能保持 中國對柯文哲保持戰略模糊 那至於說郭台銘 那郭台銘因為他就說了 這個宋濤已經下過 這個郭台銘就是背信忘義 天人共路 所以也沒有這回事 所以牛肉道事實上 從這個 這個國台辦最近的說法裡面 或許可以知道 這個中國對於我們目前 這個幾位總統候選人的 看法是什麼 那當然啦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我覺得當然大家都很重視 就是明天即將要開啟的藍白談判嘛 那在藍白談判的過程裡面來說 蔡正元已經開始先放了第一槍 他認為沒有必要這樣 我覺得 目前為止 當然雙方談判之後 會進入到更深的這個深水區 包括說你看這幾天的這個 藍軍一直在批評這個 潛艦的問題 那黃珊珊又 他的哥哥又是潛艦的負責 我覺得 兩個不只是這些議題 兩岸的議題 黨的路線 或是說接下來的這個職位的安排 我覺得這都是藍白河的非常大的困難度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